好的 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我的操作问题啊 因为也是 呃 这个 这个在这个月务派的平台上不是特别熟悉啊 现在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从 呃 从头开始啊 也不好意思给大家这个耽误了五分钟的时间 呃 一个案一个案件没有操作操作好 呃 这是这个很高兴啊 跟这个月务派 呃 跟在这个月务派的直播间 跟咱们月务派的新老朋友们一起来 分享这个山高水长 辽宁省博物馆 做的这个 呃 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主题文物展 这是从12月初到明年的3月2号啊 这个展览是一个现象级的大展 呃 我有 因为要跟这个优务派呢 一起合作啊 准备呢 明年 因为终于2021年嘛 这个特殊的2020年终于要过去了 本来我们商量呢 是在2021年呢 呃 一开年就会去辽博呢 来这个亲自的品鉴 跟大家啊 一起来品鉴这次大展 呃 但是现在疫情的原因 可能明年的事情还不好说 但不管怎么样呢 因为我是刚刚上礼拜呢 为了准备这个 这个 讲这个展览呢 专门去 呃 学习了 学习了几天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收获 也希望呢 能在今天呢 特意做了一个比较丰富的PPT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 呃 分享 呃 正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有可能不能组团出行 那我也希望 呃 大家有机会的话 能够呃 自己跟家人 因为毕竟到明年三月份啊 肯定是有机会的 尤其中年跨寒假 跨春节 那么希望能在这个期间呢 呃 即使不能组团出行 也能够大家 呃 各自呢 跟家人一起 跟孩子一起呢 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 呃 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展览 非常特殊的展览 呃 这个就是 呃 就是这个 呃 一进门的门徒 呃 既有震撼力 同时呢 有很 呃 很高的这个艺术 艺术感觉 呃 这个呢 是唐宋八大家 因为咱们要讲唐宋八大家 那肯定要 呃 稍微的捋一下 百度上能查到的是谁 呃 他们都有什么作品 我想呢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时间紧张 呃 我想呢 先 呃 留一个小 呃 小 小疑问吧 呃 小游戏 所以 我在结束之前呢 会 呃 再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这个揭晓 呃 这幅画呢 是辽宁画院 为这次大展呢 专门做的一个 呃 一幅这个绘画 呃 这是有难度的哈 因为要把 因为要把两个唐朝的人物 韩宇 柳宗元 啊 也放 放在一起 然后把六个宋朝的人物 呃 这个六个宋朝人物当中呢 还有三苏 就是苏群 苏氏 苏哲 这个父子三人 然后还有这个欧阳修 欧阳修呢 其实是宋六家当中的核心人物 因为他是其他人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其他人的老师啊 和这个 呃 其他的几位呢 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辈 除了苏群啊 苏群但是也是他提携的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呃 关系 就是唐 唐代的两位和宋代的六位 那么我就想呢 八大家 那么既然是 呃 这个在一起 本身他是不可能生 不可能在一起的啊 把它画在了一起 那么谁是占据C位的呢 呃 从左至右 从左至右呢 这个C位就是有两位哈 中间的这个 呃 四和五这两位人物 希望大家呢 能把 呃 能猜一猜 呃 四是谁 五是谁啊 这个 如果两位都猜 我估计很多人会猜得到哈 啊 那么希望给在在讨论区呢 啊 跟我互动一下啊 我在后面会 呃 会这个公 揭描一下这个答案啊 好 咱们进入 进入这个 呃 第一部分 什么 为什么是辽博 这是首先我带的问题去的 为什么会是辽宁博物馆 辽宁博物馆的这个图片就是辽宁博物馆的外观 它整个这个玻璃木墙啊 全都是被这个山高水长 这个宣传画所 啊 对 大家还挺热烈的哈 都都这个 呃 都提到了 我就接着讲啊 咱们最后再 再揭晓这个内容啊 啊 这个中间C位这两位是哪 是哪两位 这是内景 内景呢 也是很现代的一个博物馆 那么辽宁博物馆呢 作为一个省级博物馆 它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大 这次大展呢 是啊 辽宁省委宣传部 啊 辽宁省博物馆 还包括故宫博物院啊 这个 包括这个国家文物文物局 这些单位呢 一块来搞了一个现象性大展 而这个展览呢 为什么会放在辽博 因为大家知道 唐宋八大家呢 是传统的中 中华文化啊 中原文化的代表 但是 但是在 尤其是在宋代 辽宁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不是 呃 不是 不是这个汉文化的一个地区 它基本上是辽嘛 就是辽国的这个地盘 那为什么我们讲 唐宋八大家主要是江南 江南活动的这些人物 为什么会放到辽博 那我们就先把 先讲讲辽博的这个历史 之所以辽博是一个特殊的博物馆 不是三十几个省 省级博物馆之一 而是一个 嗯 是是在这个省级地方博物馆当中的一个 算是龙头吧 跟这个人物有关 这个人呢 就是 这个人呢 就是溥仪 那么我选了三张溥仪的照片 最下面一张呢 这是应该是刚刚退位不久 还是个孩子 溥仪刚退位不久 他居住在故宫 后来呢 这个被冯玉祥赶出了故宫 这是1924年 赶出故宫 那个时候 呃 刚刚19岁吧 后来呢 跑到长春 跑到长春以后 啊 上面两张照片 上面一张呢 是维满洲国就任这个 呃 就任皇帝的之初 右边这一张 大一点的呢 有点落寞的这个表情 这应该是在维满洲国 呃 中期的一个 虽然很精神啊 很帅气 但是表情呢 是落寞的 也就是他的这个 三段的 这两段的 其实三段啊 一开始他是小皇帝 中间他复辟了十几天 十二岁的时候 然后后来是维满洲国的皇帝 三段的皇帝生涯 其实都是挺悲催的 好 这就说 说到这个文物了 这些故宫的文物啊 故宫呢 在清朝的时候 可以说是中国文物的极大成 那么 但是故宫的文物呢 有过三次大的这个遗师 我这里放了三张图片 第一张图片呢 就是在这个 呃 在这个英法联军 这个火烧圆明园 那么这一次呢 虽然也是皇家的文物啊 但主要是圆明园这些地方 它圆明园的文物呢 这个就皇家文物的流失 圆明园的文物的流失呢 虽然也很惨痛 但是呢 它毕竟不是这个 不是故 不是紫禁城的文物啊 所以相对来讲 呃 紫禁城的文物的受的损害的程度 还不是很大 但是问题是 圆明园的这些文物呢 不管大小 贵重还是不贵重的 都是都是呃 遭受了这个劫难 故宫不一样 呃 右边两腹呢 上面是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的时候呢 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跑了 所以八国联军空了 所以大家看 这是龙椅啊 各国的这个侵略者 坐在这个皇帝的这个龙椅上 这是这个照片 下面这张 就是溥仪出宫啊 这就是1924年 冯玉祥呢 把这个溥仪呢 已经成 已经成人的溥仪呢 赶出了紫禁城 这个赶出来啊 就是呃 就是文物 当然他不可能带很多很贵重的东西 但是呢 大家也看他也是一个皇帝 也是一个呃 一个车队 大家能看到补仪出宫啊 还是还是能够带一些随身带一些东西的 好 那么皇家文物到现在 皇家的文物到到现在呢 这个点不开的啊 有朋友问怎么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因为都是pdf格式 是只能只能这么看 呃 那么我有些我会会会放大的照片 有些呢 只能是这个小的 我特意把这个四张照片呢 放在一起 这也是呃 溥仪这个 这个 呃 把这个宫廷的文物啊 流失的过程 左上是呃 现在的故宫 那么这个故宫呢 因为 溥仪当时呃 出宫的时候带走了一批戏软啊 然后后来蒋介石逃到台湾的时候呢 又带走了一批珍宝 所以剩下的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 虽然还有很多主要是建筑 全留下来了 9999间房子 加上很多这种大的呃 大的玉器呀 啊 大的这个这个呃 瓷器 当然还有很多钟表啊 呃 字画还是很庞大 但是呢 呃 它只是一部分 是剩下的 就尤其是体积比较大的这一部分 右上呢 是呃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呃 我们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呢 就能发现他很多呃 奇珍异巧的东西 比如大量的微雕 象牙雕 玉雕 就是很微小 但是很精细的 像这些呢 呃 都是在蒋介石啊 这个拜逃到桃湾 台湾去的时候呢 呃 带走了一批文物 可以说 呃 很多文物呢 都是非常珍贵的 那么还有更珍贵的 在此之前 就位古仪出宫的时候 左下角就是维满洲 维 维满洲的这个 维满洲国的皇宫啊 这个皇宫跟上面两个图片比起来就 没法比了 只能说是一个大house而已 当然这个时候呢 他毕竟是去维满洲国当皇帝 还是带了一个 带了一些这个呃 宝贝 主要是字画啊 而且呢 都放在他这里边有一个小白楼的这 这个地方 右下角就今天的辽伯 那么辽伯呢 是就是他在长春当的维满洲国皇帝 为什么会这个辽伯呢 就是因为 维满洲国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啊 苏军 呃 把这个 把这个维满洲国呢 打败了 溥仪呢 从沈阳想坐飞机 跑到日本去 随身带了几件宝贝 这个几件啊 就带不多 因为他所能带的 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宝贝啊 都流失在了长春了 嗯 维满洲的这个皇宫了 所以就随身带的这些最贵重的东西啊 随身带了 结果呢 被苏军缴获了 缴获之后 当时就交给了 呃 国民党的这个 在沈阳的文博部门 这个 呃 这个 把这些宝物呢 留下来 后来就成为了辽宁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们看这个顺序啊 由于溥仪这个 呃 这样的一段特殊的历史 啊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呢 等于最右 右下角 就是最后一站 是沈阳博物馆 如果 没有苏军的缴获 辽宁省博物馆 这个沈阳机场截获的 如果没有苏军的截获 那这一批贵重人物 有可能现在都在日本啊 然后 呃 左下角 左下角呢 是 维满洲国的故宫 这个地方呢 是啊 沐仪在逃之前 在这个 呃 最后败亡之前啊 他还是有些文物呢 呃 是在这儿就 在长春就流失了 所以说 长春的这个原来 长春 呃 吉林省博物馆 就就在这个 呃 维满洲国的故宫 就这座建筑里头 然后右上角是这个台北故宫 左上角是我们现在北京的故宫 所以它这个文物的贵重 贵重的这个程度 大家也可以想见啊 实际上是呃 北京故宫最多 但是呢 它都是最大的 而这个呃 辽宁省博物馆呢 是数量不多 但是呢 是精品这个最多的 好 我们看 呃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啊 就是为什么要看大展 就刚才介绍了这个为什么是辽博 第二呢 为什么要看大展 这就是这个大展的一个 呃 这是一层的一个主题 就整个辽宁博物馆呢 不光是这一个展览 但是 呃 这个展呢 占了特别重要的分量 呃 很多人去 专门是打着跟我一样 打着这个坐飞机啊 坐坐高铁 专门到这个呃 沈阳去看这个展览 看什么呢 那么刚才已经说了 溥仪带着最 他的皇宫啊 世世代代啊 十几代这个皇帝留下来的这个珍宝 那么哪些东西是这个留下来 大概这个很多件啊 这次展览一百一十五件展品 呃 除了一部分是其他的博物馆 十几家博物 其他的博物馆 这个送过来的之外 大部分都是呃 邀宁省博物馆的 大部分都是清宫的一散文物 但是其中呢 也有高下之分 最贵重的是这三宝啊 镇馆之宝 第一 唐代周访的脏花式女图 大家很多朋友都会很熟悉 在各种各种这个各种场合下吧 博物馆都不能看到这幅图 之所以他排第一位 是因为呃 他被后代的专家呢 认为是真迹真的唐代的绘画啊 呃 第二个呢 是呃 唐代张宣的国国夫人游春图 呃 这幅国国夫人游春图呢 描绘的是杨玉环的姐姐啊 他们他们也也是这个呃 在在后宫啊呃 这个巡游的这么一个场面 但这幅图呢呃 现在已经鉴定不是唐代的 而且不光说现在鉴定不是唐代 而且当时就鉴定不是唐代的 是呃 宋代的 那么金章宗这个这幅画啊 最早的收藏者是金章宗 经过金朝的皇帝 他认为呢是宋徽宗 宋徽宗召集的这个仿作 仿这个唐代张宣的这个作品 所以呢 觉得这幅画呢 这个价值也是呃 非常高的 但是后代的这个 鉴定家人认为 这幅画不一定是 呃 呃 这个不是这个宋徽宗召集的作品 而是这个这个 这个因为宋代有这个画院的画家 画院都是最顶级的最顶级的画师啊 才能进入画院 所以这幅作品虽然是仿作 宋人的仿作 但是宋人仿唐代啊 所以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复印啊 没有照片 所以特别好的东西 皇宫也只能靠这个请最好的画家 画师来仿 所以这个呢 呃 这幅作品本身就是 一幅名作 那么仿作呢 也是非常的珍贵 这是第二件 所以他为什么排第二 就是因为他是宋人仿唐人的 而第一件 这个赞花式女图是呃 是唐代的 本来我以为这次去 这两幅真迹是能看到的 但是很遗憾 没有看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一千年 一千多年的作品 他们也是怕光 怕见人的 大部分时间 他们都是这个树枝高阁 因为要保护嘛 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 供我们大家来参观 来观赏 还是毕竟是第二位 因为我们要被子孙后代留下来 所以很遗憾 只能看到他的这个 呃 这个复制品啊 买到他的工艺品 但是呢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书里 能够知道 这个辽博有这个宝贝 啊 而且呢 下一次不知道什么展览 特展的时候 我们会呃 看到 那么这次能看到什么呢 能看到这一幅 这幅很漂亮啊 这一幅是真的 这个赵极的这个 呃 就宋徽宗 赵极的这个作品 叫是叫瑞赫图 宋徽宗啊 他是呃 这是中国历史上 这个上千位皇帝当中啊 最就是文化希望最高的 他几乎这个琴棋书画 样样都行 艺术宣传水平特别高 唯独不会当皇帝 他也是当皇帝 当得最悲催的 被金国啊 呃 给这个俘虏 而且呢 啊 北宋灭亡 他他都已经退位了 退成太上皇 以为就没事了啊 结果还是被掳走 掳到了黑龙江阿城 这个地方 黄龙府啊 所以这个在那呢 呃 这个结束了悲惨 呃 结束了他的这一生哈 那么这一幅画 是赵极的真迹 呃 很多很多这个 很多人啊 专门坐飞机来 就是来看这幅画 不这不光是普通的 普普通的这个 这个呃 游客 还有很多是这个 书画的大家啊 啊 因为我也站在这幅画 前啊 也听到一些 书画大家的点评 对这幅画点评 也受到很多的这个启发 这就是我们去这个 来看大展的一个第一点啊 就是只有在这种 线上级大展上 才有可能出现 这种绝世的真品 那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虽然这是因为隔着玻璃嘛 啊 拍照片 但是呢 能看到他的全貌 至少他的大小 他的这个全貌 呃 我拍了三幅哈 这个右边是这幅画 左边呢 是赵极的书法 啊 这就是他独创的 寿经体的书法 确实非常精妙 呃 所以有画 有书啊 这个有文字 记录的呢 就是某一天 他在当皇位的时候 某一天 真的有这么多白鹤 因为他是信道教的皇帝 真的有这么多白鹤 呃 就光临到了这个汴京的上空 而这天呢 上空的这个空中的这个色彩呢 他也是尽可能的描绘当时的这个场景 他所以他觉得是瑞相啊 是难得一见的瑞相 他画的这个 很很简练的把这个大房子画出来 这代表皇宫 然后这些仙鹤呢 落在了皇宫上 而且很规整的 落在这个两个屋脊上 所以他用文字 记述了这个过程 他自己写的 而且自己书法 自己写的这个 记述的这事 自己写的 然后自己画的 所以说这幅画呢 在赵极的作品当中 也是三绝 就是有画有文有书 这是后人 这个后头这个表的 这个拔的提铁的拔 所以这三件啊 就是都是这个镇馆之宝 瑞相宫的镇馆之宝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这一件 但是看到这一件呢 也确实是眼浮不浅 后面还是更这个 更有眼浮啊 这是一个 现在没有声音了 有问题吗 好的 那我继续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七复 这是七复字啊 这是无价之宝啊 洞庭春色复 中山松落复 这是两复 两两个复啊 两首复连在一起的 然后这是这是正文 然后这是第四章 这是后头后人写的 这个拔 这个拔也很长啊 然后就写在后面呢 写在前头的是序 写在后头的是拔啊 所以总共这是第七复 我再回到第一 第一复啊 这个作品呢 就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这个更好的作品 这是苏氏 苏东坡晚年写的两首 两首付啊 而且呢 他自己手书 自己呢 这个把两首付呢 写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个很长的长卷 这是 这也是原作啊 呃 这个第一张照片不太清楚 我就放第二张吧 大家能看到中间 是中山松落复 洞庭春色和中山松落呢 是两个酒的名字 不是描写这个园区的啊 描写这个景色的 是描写这个酒的 洞庭春色呢 是一种酒 中山松落是在中山国啊 其实就在就在北京附近啊 这个正定这一代啊 定州当时是 定州这个地方呢 是苏氏到过的最北的地方 他他到过定州啊 做这个当时的这个支州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用松枝啊 酿了酒 所以叫中山松落复 他这两首 这两首诗呢 这两首付呢 都是表现了他的这个 呃 因为已经是晚年啊 中中晚年的时候 他经历了很多沧桑 所以呢 这两首 呃 是呢 就反应他的心计 苏东坡存世的书法作品呢 据说只有六幅 而这一幅是字数最多的 680个字 那那当然也就是啊 价值很高的 可惜这幅画呢 大家看不到啊 这个这次看不到了 这个这次看不到了 因为他在12月22号 他就只展出了20天 就呃 被送回去了 因为他是长春 长 吉林省博物馆的这个馆藏的珍宝啊 就刚才我说过了 就是呃 这幅画 那因为相对有点大嘛 所以在溥仪逃出来之前就已经散失了 就被他的这个呃 夏季军官啊 给存到了家里 后来这个军官呢 也就把这幅画拿到家里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之后呢 人就人就这个再也没回来啊 不知道是追随这个呃 追随这个补仪走了呢 还是去还是出国了 还是逃亡了 那么他的孩子后来当了一个历史老师 在1982年的时候呢 把这幅画呢献给了国家啊 也是在这个当时文波的工作人员的呃 这个努力劝说之下吧啊 所以这个呃 因为他就散在了提琳省 所以呢 后来成为了 后来成为提琳的这个 这个政 提琳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但是很遗憾啊 我们这 我们再看一遍啊 看一遍这个苏氏 就站在这幅作品面前 你就能够 包括刚才这个照记的作品 能够在真记面前啊 看这个 看真记 那么你又了解他的这个背后的历史之后 你会有种特殊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 我相信会有 就是这就是一种千年之约的感觉 就你在他面前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苏氏当时的这种心境啊 当时的这种呃 哪怕你不全认识 哪怕你不认为他的字是最好的 但是呢呃 你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这种作为后人将近一千年九百多年之后的人 他在这种这种感受啊 所以我觉得站在玻璃框前感受一下这种心境也是这次这个不白来 好 开展的之初 这个呢是在结束的最后一个月 这幅图呢 也是有故事的 苏氏的存世的书法作品非常少 刚才那个呃 动情春色妇啊 这是六百八十多个字啊 这两个两个妇 两个妇 呃 是字数最多的 但是这个画呢 就更珍贵了 这幅画 就是苏氏公认的存世的两幅画 只有两幅啊 其中一幅就是肖乡诸氏图 另外一幅呢 在这个在这个呃 民国早期啊 就被卖到了日本 所以说当时啊 这个这幅画 流传到流传到这个邓拓手上 邓拓呢 就是文革前 文革的时候挨整个三家村之一啊 吴涵邓拓廖沫沙 当时是这个这个烟山烟化的作者啊 当时是人民日报的社长 所以也是大门人啊 这个六几年 那是大门人 后来这幅画的持有者是 吴佩福的一个秘书长啊 这个他到建国以后呢 这个生活困难 他就把这幅画呢 一开始要捐给故宫 后来故宫认定是假画 因为国内没有啊 国内没有苏氏的这个画作的原作 呃 而且呢 这幅画呢 不是很清晰 也看不 看这个 所以呢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认定是假画 后来这个这个人呢 又专程找到了这个邓拓 邓拓呢 呃这个觉得不管是真是假 肯定是呃有他的很好的价值 所以把自己烟山夜画的所有的稿头 全部呃 呃交给对方 还凑了一百多幅自己珍藏的画 然后呢 呃 这个 这个 交 就几十幅交给这个 这个对方吧 才凑了 据说是五千块钱啊 因为有 王力的这个 就是后来的这个 王力官风西奔雨 这三个是文革的这个骨干 王力的回忆当中是三千 但是也有人回忆是五千 五千块钱 在文革 之初 因为这幅画 差点这个邓拓呢 这个还丢了官位啊 这个 这个坐了牢 当时呢 就有人就告他 说他倒卖文物啊 倒卖文物 这个事情呢 告到刘少奇那 刘少奇呢 就批示要严查 严办啊 呃 虽然是人民日报的社长啊 但是这个国家主席批示了 具体办的这个事呢 人呢 是康生 好 康生大家都知道 非常左的一位 但是 啊 但是呢 康生是一个文 文博大家啊 文物鉴赏大家 所以最后康生的结论是 邓拓此举啊 有功 无故啊 最后保保下来 不过最后 邓拓在文革当中呢 也是被迫害致死啊 所以这也是一段 这个 呃 就每一件真品的背后啊 往往都有这个很凄凉的故事啊 到今天 这个八几年啊 呃 这个 这个 大家 就中国美术馆的大家 来鉴定 说这是苏式的真迹 不过到今天呢 还是有学者认为 他不是 甚至说他是 呃 就是半真迹 就是 就是 呃 在真迹上描的描的啊 反正各种说法都有吧 那么 还有一幅 这就是苏式存世的两幅 这叫枯木怪石图 这幅图呢 在两年以前 以4.4.1 4.1亿的这个价格呢 这个 创下了拍卖的 这个 呃 世界 这个中国书画拍卖的第二高价啊 四个多亿 啊 这幅画呢 被中国人买走了啊 具体是谁也不知道 反正原来是在日本 刚才说了 原来这幅图在日本 两年以前呢 回归到了 这个中国人手上 啊 不管怎么说 也是呃 也是一件姓氏 那么这个呢 枯木怪石图 这个没有很多的争议啊 大家都认为是苏式 那么看这幅画 不管是石 还是木 都不是呃 常规的 我们可能看到的石头 和这个树木 那么它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这是文人画的一个 这个开仙河的制作 画呢 呃 中国的这个古典绘画 就是一个是给宫廷画的 一个是给这个老百姓 或者说这这个官员啊 呃 这个富裕阶层画 作为装饰用的啊 或者是画像用的 都是实用型的画啊 一个是为宫廷 一个是为这个 为这个 这个 实用啊 为老百姓 那么都是卖钱的 唯独有一类 就是这些官员的画 他们不为卖钱 他们是画给自己的 所以呢 这些画呢 不仅有画 而且呢 有文字 从绘画到书法 都是艺术作品 所以 而且它反映了 这个心境 有的人看这树是鹿 鹿角啊 有的人看这石头是蜗牛 那么这个反映了 这幅画呢 典型的反映 苏式的一种 呃 这种挣扎呀 扭曲呀 但是又 又这种 呃 桀骜不驯的 这样的一个性格啊 所以能够从当中 看到这些 看到这些这个 这个文人的这种感受和心境啊 当然这幅画呢 不是 不是这个原作 因为太贵重了 现在 这是一个房品啊 啊 但是也借着机会呢 把这两幅画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 二月份 春节的这个月呢 可可以去看到 这个中国美术馆的 校长主视图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不见得 你能能看到这个 道中 在北京的美术馆 你能看到这幅画 就像我们去辽宁省博物馆 不见得能看到 三花式女图 和这个国国夫人邮真图一样 同一个时间 能看到一件镇馆之宝 应该说就是一个姓氏了 但是在这次这个大展上呢 我们还能看到一件 这是 这是一件真品 这是辅顺博物馆的啊 这是辽宁省 但是它是辅顺博物馆的 这件呢 是著名的这个阳线贴啊 阳线是什么呢 阳线就是宜兴啊 当时的当时是 现在是无锡的宜兴啊 当时呢 是长州的阳线 这个苏氏啊 从这也是苏氏的这个原作啊 这是这个字数很少 大概其的意思就是他 他就看好了这个阳线这个地方 就是宜兴这个地方啊 他想买买田置地啊 一开始呢 呃 年轻的时候就买了 后来他波折啊 波折很多 苏氏一生走过90多个地方 一扁再扁 他年轻的时候 19岁就一名惊人啊 就高中 呃 就是科举高中 然后之后呢 呃 这个 在仕途上非常不 不顺心 一扁再扁 到最后老的时候呢 就想这个中老在这个阳线这个地方啊 就是长州的阳线这个地方 所以呢 他说他在这买了点地 然后呢 把这个家人的安排到这儿 但是呢 地不够 所以他曾经跟两边的邻居啊 商量 再多买一点地 就这么个事啊 请朋友帮忙 看看是不是能落实 所以就这么几个几个字啊 但是这是当年苏氏的一个很洒脱啊 他尤其看最后一个字 是 呃 这个最后是败字啊 这个就是一败再败 这最后的一一一树一树长 所以这 这个最后的一个字 也是反映了苏氏的一种豁达啊 这是一个很很世俗的一个 是市景气的一个一个内容 不是什么大事啊 但是呢 能够反映他的这种 这种嗯 豪放豁达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心境啊 所以这 大家看一下 这幅字几乎盖满了 没有几乎没有几十个啊 钱钱的印啊 这个啊 宫廷里钱的印 右上角五福五代啊 五福五代是谁呢 这次啊 还可以看到很多的抄 这个课本 五福五代就是 呃 乾隆 最爱盖印的就是乾隆 因为他 咱们四世同堂啊 就就算很难得了 但是他呢 活的比较长 活到八十多岁 所以呢 他的退位以后 他有一些什么 古兮天子啊 古兮天子之后 有太上皇 有这个 姨子孙 还有这种五福五代啊 这个 呃 这这这这些印吧 都是盖的呃 非常多 所以到那呢 也能够呃 看到清宫对这些 其实他是一种文物的整理 和收集 虽然他也有一些 不是很严谨的一些 这个 假的 假的东西啊 但这幅作品呢 是真的 这幅作品呢 呃 也是在这个 也是在这个呃 韦故宫的时期啊 补宜带出来的 真品当中 遗失了 被这个 被他的卫兵啊 带到了这个地方 还有一 还有一张 这个呃 另外一个呃 董奇商的一幅画啊 卫兵两个人呢 偷了这个两个东西 不能说偷吧 带走了两个东西 最后 这个人还很大方 把那幅画呢 交给了另外一个同伴 所以呢 那幅画被发现的时候啊 所以这个文博人员 非常细心 最后呢 挖地三尺找到了这幅 啊 找到了这个 这个这 这幅作品 最后在 也是被一个中学老师 用橡胶的盒子 封存在自己的屋底上 最后交出来了 就捐给 呃 献给了国家 所以现在呢 是福顺博物馆的 镇馆之宝 好 我们大概呢 讲完了这些东西 那么 讲完了这些宝贝哈 所以叫大家去看这个大展 那么我们 要看一下 这个 这个最后这部分啊 就是我们到底是 呃 这个展览 刚才说的都是几件作品 那这个展览 那这个展览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介绍了这些之后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是一篇大文章 这个跟普通的 这个博物馆展览呢 很多的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的 一般的展览 都是一个主题 比如说前段时间 呃 有的呢 是一个种类 比如青铜器 比如玉器啊 或者是某个朝代 按照时间 某个朝代 比如唐代的一些 一些事情 那么这次大展呢 跟以往我们所看到的 能看到这些大展都不一样 它是诗 书 画啊 这个诗文书画 全都有 那么基本上不可能有 有谁能够讲 就是既能讲 讲这些文学 也能讲这些绘画 都讲得很精 但是呢 不管你精于哪一方面 只要去了 就能有所收获 而且呢 也能从其他的人的身上呢 学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个 大展的一个 呃 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 而且呢 它的这个 既然是大文章 那么它的这个谋篇布局 也是我很好奇 就是它怎么来 表现唐宋八大家啊 但是看完 所以我这也就 给一个 给一个这个 呃 它是三个部分啊 第一部分 文垂千载 实际上是讲的是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 语文 或者是文学 怎么来的 从上书开始 就是从这个 有了这个 正式的文章开始 一直到唐宋八大家之前 这是一路的文脉 怎么来的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习以为常的 今天的文字 呃 今天使用的这个 呃 使用的这个文学 包括文化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觉得中国人就应该是这样 但其实不是 在唐宋八大家之前呢 呃 当时的 就是当时盛行的文学是 便文啊 便文就是四六句 就是主要 因为那个时候 纸很贵重 写字 写字的人也少 这个认字的人也少 所以呢 这个 这些文文章啊 主要都是用于刻在碑上 歌功颂德呀 或者记一个什么 淫恶佛祖啊 啊 有个什么纪念的事情 主要是用于这些 所以相应的文风呢 也都是 呃 诵词性质的啊 呃 我们知道今天 有很多的语言 比如说 呃 有很多的语种啊 它本身就像唱歌一样 很优美 但是呢 它表达事物啊 表述事物 并不是 很实用 这就是 那么中文在 唐宋八大家之前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 这个 命运 有可能我们今天 说的那种四六句 跟便文一样 嗯 跟唱歌一样 但是从韩语开始 倡导的古文运动啊 文仪载道就开始了 一直到形成我们今天 啊 形成我们今天的这个 呃 这个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文化 第二部分呢 叫德行租定 实际上就八个人的一个 一个 这个分 分开的一个表表述 第三部分 就是我觉得这个展最有下指的地方 它把它提升了 把它升华了 就因为我们看展览 一般都算时间顺序 但这个呢 展览呢 我觉得看完这三部分之后啊 呃 能够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呢 以前我觉得我不管是我讲历史的内容也好 还是讲展览也好 我都觉得呃 带孩子是要有选择的 比如说至少是高中以上的 这个孩子 他有这种文化基础 听得懂 看懂 才才可以这个去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觉得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呢 就值得带着去看啊 这个 为什么呢 哎 呃 讲是 这个是怎么 嗯 嗯 不知道又是为什么 有几幅图放不出来 没关系 咱们继续用这幅图吧 我觉得呢 这个我的一个深刻感受呢 就是这个大展 它的最特别的地方 它其实解答了我们中国人 现在很缺乏的一个一点 就是它这个三原问 就是我是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三个原问的问题 第一我是谁 我们是中国人 中华文化的一个滋养者 现在这点大家可能 觉得这还用说吗 因为很多孩子 他从小接受的是英文的教育 甚至在国外上学 在国际学校上学 他对于很多这种古文 唐宋的最精妙的这些古文 有的都看不懂 这些书法 这些绘画 所以说首先呢 这个大展能够给他们熏陶 不是说你来一次就能看你们这些东西 但是呢 能够有所熏陶 我觉得这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第二一个呢 从哪里来 就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这种文化 这种文风文脉 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唐宋巴达家当中来的 这个展览非常有意思啊 它不光是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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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古迹的 展展览 是不是现在 有什么问题 我看没有 我看没有人发这个讨论了 是不是有问题啊 有朋友可以给我发一个 发一个这个 没有问题 好 谢谢 谢谢 但是我这儿有点问题 我这个 这个 画面是上不去了 嗯 现在可以了吗 是不是我这个图啊 可能是放的有点多啊 嗯 好的 这这块接下来了 这可以有了啊 所以说很多很多孩子啊 带着就在这幅文垂千古的这个 这个题图前头啊 很多人在这 所以让我也很感动 就是大家来这 从我从哪里来呢 我们的文化从哪里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呢 找到一点点这个答案 这个展的布的也非常好啊 他这个对旁通八大家呢 是从他们的文封 是上成这个先秦 先秦这个 西周两汉的这个 成这个 成熙的上面 然后他们呢 又是既往开来 我们今天在中学里头 几乎还都在学古文啊 都在学他们的内容 这是 这是他做的很多有意思的这种 呃 展板 不光是这些古迹 旁通八大家呢 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啊 这也是现代的画 这八大家 宋六家 他们是有相互的关联的 啊 这幅画呢 就是表现了 这个是1300年科举史上 最牛的一次科举考试 佳佑二年啊 这个 也叫千年第一榜啊 这个榜当中啊 这个欧阳修是主考官 就是这幅图上的这个红色的啊 带着这个呃带着官帽 他这两个赤非常长 这是主考官啊 他对面呢 就是苏氏 苏氏背后呢 是苏巡 是苏氏的爸爸 苏氏边上这是苏哲 所以这个这个苏 苏氏呢 就是这次考中的这个高中 但不是状元啊 状元呢 呃 因为欧阳修以为这个文章呢 是他的学生曾拥做的 曾拥也是八大家之一啊 呃 就是这个 也在这幅画当中 呃 所以呢 为了避嫌 就把这个 这幅 这个 因为不知道是谁写的嘛 名字都被考卷 名字都被盖着了 所以把这个卷子呢 评为了第二名啊 这个呃 榜眼 所以呢 苏氏呢 就没有能够中冠军 但是呢 这一次考试 十几个人呢 都是名流轻使 这里包括苏氏苏哲啊 包括曾拥曾步 曾家是四兄弟啊 四个兄弟 就是年轻的带啊 唐兄弟 还有包括 成怡 成昊啊 这个理学大师啊 还有包括张仔啊 包括张纯 当然有些呢 是呃 是跟苏氏后来是呃 这个证件非常不合的 在这幅图呢 有一个骑着马的 这是王安石 当然未必在现场啊 但当时王安石呢 是比 欧阳修的 晚 但是比苏氏早 和前辈 所以这个 讲唐宋巴达家 尤其是讲宋六家 肯定会讲到 这个 1300年科举史上 最这个令人兴奋的 这次科举考试 考试结束之后 当时宋仁宗啊 很高兴到后宫 跟家里人说 给子孙后代 又找到了两个这个 宰相的人选 两个宰相是谁呢 就是苏氏和苏哲 所以这个时候的苏 这个苏氏兄弟啊 可以说是异议生辉呀 但是没想到后来 呃 这个 这个 在这种政坛上呢 是一扁再扁 最后扁到这个海南啊 海南的丹州 所以仕途呢 非常不顺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揭晓 这个 这个C位的 C位的两 两个人物了啊 因为咱们也快 结束了啊 C位的两个人物 这个中间穿红色衣服啊 戴这个官帽的 这就是欧阳修 因为他是苏氏 苏哲 曾拱的这个 主好官 同时呢 这个苏氏苏哲 这个 又是 他也是苏群 就是他们父亲的 一个提携 那算是差两岁啊 他比他苏群大两岁 但也是他提携的 就是 是欧阳修鼓励 这个苏群出来考试 做官 所以才这个 苏群他带着 这两个不适出的 这个儿子 呃 从四川的梅 梅州啊 呃 赶到这个汴京 来这个赶考 那么欧阳修边上 当然就是这个 核心人物 就是这个苏氏啊 这个当然是这个 戴这个方巾的 因为其他的戴官帽的 都是当过宰相 副宰相的 像欧阳修是副宰相 这里官最大的是 最右边的啊 最右边的王安石 因为他是两度啊 这个当宰相 两度霸相啊 因为他是王安石变法啊 所以这个 这个苏氏呢 虽然也当过官 但他官是越当越小啊 就老被贬 所以呢 他在这幅图的C位 也就是图 就是第五号啊 这个 从左边数第五个啊 这个蓝色的这个 呃 带着方巾的 这是 但是长得非常帅气 苏氏是长得也帅 就几乎是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不光是文人的典范啊 也是老百姓 因为他走到哪 都给老百姓带来 呃 带来福泽 带来这个 呃 给当 呃 为官一任吧 造福一方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这个展览啊 这个展览呢 就能够 给我们很多的 这个 呃 启发 就是 我们今天的人 还是很迷茫 就是 即使知道了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但是到哪里去 并不很清楚 但是这个八大家呢 用他们的这个 呃 光彩意义 但是呢 呃 都是很坎坷的人生呢 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复杂的社会 怎样面对 呃 怎样在这种 分繁复杂的这种物欲当中 呃 这个所以他的很多表 我拍了点照片 像这是八大家 八大家的文学作品呢 占我们今天 所有的古文当中的35% 非常大的比重 就是他们的作品 其中最最高的 大家看 是这个苏是这个苏市的 这这两这几行最高的 他几乎啊 可以是可以说是 其他七位的之和 啊 所以这我 我本人也是因为是 呃迷恋苏市 苏东坡 所以才专门呢 跑到这个辽宁博物馆来看 果不其然 那这个展的一半 几乎都是苏市的 这是八大家有关的 纪念的这个 纪念馆等等啊 纪念的这个 这个场馆 总共是24个啊 24个呢 这个平均八大家嘛 3824 平均已经是三个 但是苏市 他一个人的 占了这七个 此外呢 还有他跟他父亲和弟弟 两个 就三苏啊 这个出生地和这个 和这个墓地 在河南嘉县的墓地 总共九个啊 都是都是苏市的 所以说苏市的 呃 不光是他的诗文图 呃 诗文词 话 呃 不光是样样精通啊 还有他这种 旷达的性格 包括他的美食啊 这这都是 他的人生 虽然坎坷 但是给我们 树立了很光辉的 这个典范 这也是 他的一个 有特色的啊 他这个 他用一个年代啊 做了一个表 把这八个人 因为照片没法拉那么长啊 所以我就拍了一个脚 哎 他用 大家可以看 有这个小的 一个小的 这个红丝带 是 这是他们 中举的时候啊 这个中进式的时间啊 考中了 上面黑色的 就是每个人被贬的这个时间啊 他们有的是 呃 春风得意的时候 就被贬了 有的到了老年 观作的很大 就被贬了 有的一贬再贬 但是最惨的就是苏东坡了啊 最后他 他的平生工业 自己总结就是 黄州 惠州 丹州啊 就是这越扁越 越偏远 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呢 呃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这个布展啊 很有意思 但是呢 这个是 这幅图画 是球鹰的 这个明 明代的四家 四大家 呃 第一大家 沈州 然后是 文征明 然后是唐伯虎 就唐尹 这是第四位啊 那几位都是大公子啊 文人 这个不是文人画 这是球鹰的 他的工笔画 非常的棒 而且在这个 呃 清宫的文物当中呢 就在最后流失到 呃 辽宁博物馆的 是占了非常多的 非常大的数量 因为球鹰的画 非常的漂亮 这幅画呢 选择的 球鹰的 叫赤壁图啊 赤壁图呢 就表现的 就是苏东坡的 在这个 呃 在这个 黄州啊 贬的 贬的 差点没死啊 在黄州贩州的时候 但是呢 贬到最惨的时候 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也是他开始呢 从苏氏 原来这个 星光异异的 这个苏氏 变成了苏东坡 因为他在这个 黄州的东边 开辟了50亩的坡地 勇于生活 因为不给他工资啊 这个虽然还有个小职务啊 团练富士的职务 但是不给他工资 所以呢 他就得靠自己 自己种地养活自己 但即使这样呢 他在文学创作上 啊 达到了最高峰啊 所以这就是他的人生境界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那这就是 他可以说是 不光是他个人的作品当中 留下2600多件作品 可以说这 这首念奴 奴交 赤壁怀骨 是他的 啊 巅峰之作 而且也是这个 瓷的 这个豪放派 瓷啊 宋瓷的这个 开山之作 所以说 呃 苏 这个苏东坡也好 八大家也好 用他们的人生 用他们的文 诗 文书画 啊 给我们不仅带来了一个 呃 幽远的这个古代文明哈 也给我们今天 呃 今天我们到底怎么样 是呃 做这个 这个 这个 做一个社会当中的人 怎样保有自己的一份 呃 一份这个职责吧 因为我也是听了好几位 他的这些 呃 讲 就是 就有义务讲解员哈 就辽伯有很多义务讲解员哈 呃 呃 这次科考当中 另外一位 呃 不太知名 这个人叫张仔 啊 但是呢 我一说他的 他的这四句话 啊 这个大家可能就都知道 我也借这四句话呢 作为我们今天 这个内容的一个 呃 结束 呃 作为今天内容的结束 这个 这 还是刚才这个图啊 这是球鹰的 持笔图 张仔这四句话呢 一听就大家就就会知道他是谁了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生民立命 为往胜 去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呃 这个呢 就是表达了 当时 这个九百多年以前 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 呃 情怀 一种追求 同时放在我们今天啊 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啊 所以说呃 我也非常希望呢 大家有机会 能够看一看 因为这种特展啊 三个月一次 呃 就一次就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过后 呃 而且这三个月当中呢 都很多 很多的精品内容 未必能看得很全 三个月过后呢 我们就只能等下次的机会 而这次呢 我就说是千年等一回啊 千年之约啊 所以说这个题目非常准确 也希望大家能够 啊 不错过这个机会 也能够呢 去到这个辽宁博物馆呢 看一看啊 清宫的真 呃 确实是在故宫 北京故宫啊 难得一见的这些真品 而且站在这些真迹面前呢 我们能够感受一下 这种千年的心境和步伐 好 呃 谢谢大家 后面是不是要有一些交流或者提问 呃 因为正好是一个小时哈 啊 这个咱们基本上就结束了 好 非常感谢啊 希望有机会能够呃 我陪您一起呢 这个咱们去辽宁博物馆 一起去看山高水长 一起去瞻仰先生之风 好 谢谢大家 我是不是要点结束直播 好 直接关闭 好 谢谢 谢谢